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朔这天一定要是要落在初一这天 我们知道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 那么离地球近的最近的时候 它运行速度就比较快 如果当它离地球最远的时候 那个前后它运行的速度就相对比较慢 从朔到满月大概要十四五天甚至更长一点 那么这样就有可能在满月的时候 有可能会落在农历的十五 也有可能落在农历的十六 今年的中秋月亮根据我们计算 是出现在十五的早晨八点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你等到十五的晚上再来看月亮 理论上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它最远的时候了 因为实际上月亮它不断地在有阴晴圆形的变化 虽然我们看不到月亮那个时候 但是实际上月亮它的变化还是存在的 在十五的早晨日出以前 我们往天空的西边看 会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 那个时候应该理论上是最远的 月亮处在地球和太阳中间的时候 这时候呢 月亮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背向地球 那么从地球上就看不到月亮 那么随着月亮的运动 它会逐渐逐渐和太阳拉开一定的角度 这样呢我们就会在地球上看到月亮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 逐渐逐渐冲向地球了 实际上在满月的时候呢 并不是观测拍摄月亮的最佳时机 我们在望望镜里边看月亮呢 是想看到月亮上面更多的细节 比如说一些环星山呀 一些比如月海呀 还有一些真正的山脉啊 那么在这种满月的时候呢 阳光直射 那么这些月貌特征呢 没有什么反差 所以看起来相够不好 当然并不是说满月的时候不能看月亮啊 毕竟是中秋节嘛 拍拍月亮在地面的一些有特色的景物 结合起来的这种照片 其实这种呢 意境可能是更好的 中秋节的当天呢 我们除了在赏月的同时呢 其实还可以关注一下天上的几个有特点的星星 一个呢就是像这个阶段呢 金星正好在天黑以后出现在西方地空 另外在月亮升起的同时 我们往东南方向看 还能看到一颗比金星稍微暗一些 那个呢是木星 那么在木星的右边 还有一颗亮度烧暗的星 那是土星 那么如果我们往头顶上看 还能看到一颗明亮的星 那个就是织女星 在它的南边呢 还有比它烧暗的牛郎星 那么另外在满月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可能看到一个特殊的天文现象 就月时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在11月19号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次月片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